Hello,大家好,我是阿妮 我现在在我的山西老家 运城河津 我们这里处在黄河边上 就是以前大雨至水的黄河边上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女娲娘娘庙 看这个对联 这个都是咱们中国历史 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一会儿的重点 这个只是一扫而过 一会儿重点在那里 这都是很早以前的 这个建筑历史都已经有几百年了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石墩没有 这个石墩的话 就是在我们山西这边的 特别是一些老宅子 还有这个庙里面都会出现 它主要是作为一个 要么就是门前的两个墩手的这种 要么就是家里就是大户人家 就是这个院子里面才有的这种 就是以前讲究这种三进门 就是大门一开 然后有三道门 这一般都是大户人家的标配 在我们祖先啊 我们祖先据说是跟着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进商 在人家手下做那个账房先生的 然后就是我们家祖先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大户人家 然后再到我奶奶那一辈 就是我们家就属于落寞了 然后家里有一个大宅子 然后那个大宅子就是三进三出的 这样的石墩子的话 我们祖宅上面有五对 像以前特别看重这个长子 然后我爷爷奶奶去世之前 给我大伯家分了三对 这个石墩子 然后我二爸和我爸 他们是老二老三 所以每个人只分了一对 大伯家的三对这个石墩子啊 就是在他们建新房子的时候 然后人家说是给他埋在那个地基里面 寓意是稳如泰山 风调雨顺 就是你二爸呢 那样常温的一样 就是没有舍头做 所以多大多点 一般二爸那两年 前十年时候呢 不舒服吗呢 对你二爸呢 那时候找人家没 一二爸呢不没 那给人家一千块呢不没 这个清了末段时候 这回人家可到他温的 可有一个人到他温的 其他事的话都要 我再加一千块钱 你都要卖了 那你二爸那些人都差我了 给我下来 那他说呢 你都你卖了 你卖了 我都要卖了 他两个都卖了 我都说我没有想过 要花为钱 我还不想卖 我现在老线也就不卖了 我不卖了 他说他不卖 我就说我不卖了 不卖了就会想 那到我清了几千千年 他喝了 喝了白亚线 他说我不得 他又不得 然后人家里头都看了 那人家里头去 两个队队都头去 头去 头去啊接日前 就会走去他 给了他 冒回去 呀他那两个队队都没怨 他起来 起来 他到家我给他 他说我那两个队队没怨 你那两个队队好人 我那队队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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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点禄 我现在好像有点人 他帮我 我抹了 他也没有我 你这一麻烦你帮谁 要没有我帮 你我去帮你 帮小乐花十几万 你不用你把我买金子 什么时候 我得钱 两千块 我那两千块 你喊 我没有坏话 你喊 家里高我生的力 还死我我 我要抬开 嗯 他说,两千块钱都能买,他说,两千块钱都能买,你都吃一万块钱,你两千块钱都能买,感觉你特地吃亏吧。 像我们村里面这种有趣的事情特别多,比如说我们村子里面有一家人,他们家老祖先以前是清朝做官的,他们大概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清朝的官帽,就是放在那种, 家里的那种,就是杂起杂吧的所有的杂物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根本不看重,然后人家有过来收破烂的,然后他把其他的垃圾都卖了嘛,然后这个人家刚好那个收破烂的看到了,人家就问他多少钱卖,然后他当时没说话,然后人家说就给他出五十块钱卖不卖,他想能卖五十块钱这么一个破帽子可以卖五十块钱, 就那么一个官帽,卖给人家五十块钱,还有就是我们家的祖宅,还有我们村子里面有两三户这样的,以前非常非常大户人家,就是这种晋商,做的特别厉害的,就是老祖先嘛。 山西的晋商,大家对这个晋商历史有点了解了都知道,就是以前晋商非常非常的赚钱,他们赚到的钱就在自己家的祖宅,然后地底下挖一个银子轿,就是里面全是银子, 然后到后来就很多后代就是慢慢的落末了,或者落魄了,然后或者是家道中落,慢慢就不知道了,然后又到,包括到现在,经常有一些人拿着探测仪去,就是到我们家的祖宅,还有其他两三户人家的祖宅里面拿那个金属探测仪,还是什么,就是找银子叫,反正很搞笑,然后很多人都在说, 就过段时间问我们家有没有找到啊,有没有被偷啊,怎么样,不是问我们家,就是问我们家的祖宅那边,反正我们现在,一看到那种人拿着仪器过来,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搞笑,知道吗? 好了,关注我,我是阿宁,永床天阳的日子,将们彼此陪伴,拜拜!